3 2 1 香港华夏教育机构正式成了 祝香港华夏教育机构会晤昌龙 为教育界发光 10月29号 香港华夏教育机构成立典礼 即香港教育开心篇高峰论坛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教师除了传授知识外 更应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 培育学生们的国民意识 华夏教育机构 由香港六个办学团体联合组成 坚持爱国爱港立场 将爱国爱港精神融入各级教育 教师除了要将不同学科的知识 传授给学生之外 也都有责任教导他们怎样做人 以及怎样做中国人 我说的是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以及培育他们的国民意识 民族自豪感 以及主人用的意识 据悉香港华夏教育机构 由香港六个办学团体联合组成 自2022年1月注册为非牟利团体后 随即展开多项活动 包括四场针对中小学生的讲座 两场故宫文化经销员的活动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卢新凌通过视频致辞表示 希望广大教育同工实质力得数人 并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既往开来 努力将爱国爱港光荣传统发扬光大 二是首振创新 努力构建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 三是力得数人 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动良制裁 据了解 此次高峰论坛由香港华夏教育机构主办 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教育大学及18个教育团体合办 并邀请了多名教育界人士 发表主题演讲